林白月想了一下说道 没有任何消息 而且那边的消息联络似乎断了 联络都断了 公阳正习瞳孔皱缩 报射出金王来 怒道 如此重要之事 为何现在才说 林白月苦笑道 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不久 正在想是怎么回事 谁知道这掩天仪就起了变化 公阳正习面色凝重 掩天仪乃是观天之用 必然是有大事发生 谁愿意去红月城一探究竟 满天之人都是面面相去 无人应答 林白月眸光闪烁 轻声说道 如此大事 派一两人去也不合适 不如由我去看看吧 公阳正习眉头一皱 但很快舒展开来 如此也好 就由林白月你走一趟 若是遇见难以匹敌的状况 切莫强行而为 林白月笑道 放心吧大人 我还不想这么快死呢 公阳正习道 红月城唐新迎去江若宾 天下豪杰定然去了不少 子敏记代表圣玉也在那儿 有你们两位九星巅峰的强者坐镇 多半不会有什么问题 林白月苦笑着皱了皱眉 无奈地微微摇头 维青已经前往了红月城 是众人所不知道的 怕是连他都镇不住场子了 自己去了又能有何用 还有自己派去的魏刚 也早就失去了联系 多半是陨落了 在场之人中 没有一人比他更清楚 红月城此刻凶险万分 只不过那妖族魂天仪的消息 十分可靠 他不想放弃这千载难逢的 夺取盛气的机会 红月城之行 还是由我去吧 那名蓝色锦袍 上面绣着竹纹的男子 突然开口说道 林白月瞳孔皱缩 闪过一丝金色 公阳正习也是诧异道 黑羽护大人要亲自前去 那蓝袍男子正是胜欲 五位执政者之一的黑羽护 他面色漠然 眼天一异变 这可不是小事 林白月未必镇得住场子 林白月勉强一笑 若是有大人前去 那自然是毫无问题了 黑羽护道 林白月 你随我一道 他目光从空中扫过 在每个人身上逐一点过 最终落在了一名 身材娇小的女子身上 南风玄 你也随我同去 那女子轻笑起来 拍着手掌欢快地说道 去红月城旅游吗 好啊 他一手拖着下巴 歪着脑袋细思着 现在正值天气炎热 多喝茶水好结束 上次去红月城喝茶 已经不记得是多久以前了 那茶水好好喝呀 黑羽护说道 秦川 你随我一道吧 一名年轻人 从人群当中走出 锦衣玉带风度翩翩 坐一道 是 师父 公阳正旗道 有黑羽护大人亲临 自然不会有问题了 我这边让人准备传送阵 林白月说道 传送阵已经失效了 还是直接开启强行降临吧 什么 公阳正旗大惊道 传送阵也失效了 难道真的出了无法控制的大事 强行传送 强行传送就怕方位无法精准 黑羽护淡淡地说道 无妨 偏差不会太大 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公阳正旗道 也好 那就强行降临 黑羽护突然说道 正旗大人 先前所谈的那件事 公阳正旗眉头一皱 脸上露出忧色 那件事 怕也是急不来 大人先去红月城 等南宫大人回来之后 我便让他去与你会合 黑羽护道 如此便好 那圣语之中 一切就有劳大人了 公阳正旗道 大人放心吧 只是要辛苦大人了 黑羽护一转身 便化作一道光芒 朝着远处急飞而去 灵白月南风旋 秦川急忙跟上 三道光芒冲天而起 很快便消失在祭天台上 公阳正旗 双眉耸立起来 望着那气冲斗牛 脸上深深的忧色 叹息了一声 也随之消失在原地 红月城外 漫天金色的借力弥漫 层云之上 天道之眼凝视而下 那淡漠无情的眼眸中 漠视苍生如蝼蚁 突然 漫天的金色只影晃动起来 像是一条条锁链横空 从无穷远处而来 延伸到无穷远处而去 那些金色锁链 没有实质的形态 若隐若现 只是虚光 却给人一种 难以抗衡的浩瀚之力 魔主谱的脸色 难看得厉害 阴沉得几乎要滴出水来 牙齿咬得吱吱作响 齐盛风 惊得眼珠子秃了出来 失声道 借力之锁 法则之恋 他惊悚得无意附加 之前被李云霄 用戒神碑的法则之恋束缚住 当时就吓懵了 幸亏那是假的 但眼前这恍惚的虚光下 浩瀚伪力蔓延 有种至高的神圣之气 乃是货真价实的天武界法则之恋 其余之人也都是闭住呼吸 满头的汗珠滚滚而落 谁也不敢大口喘息一下 都异常紧张地看着这恐怖意境 感受着那无边无际的力量 哗啦啦 天道之眼下 法则之恋的虚光闪烁出来 绕着那真魔法向旋转而下 请客间便将真魔聚灵的六臂和脖子 身躯两腿进阶束缚住 一共十二道锁链 向着四面八方散开 如同珠网 请客间把真魔聚灵束得死死的 李云霄魂力锁化星云 崩溃的所剩无几 只有一些惨淡的微光 从天际上飞落下来 直接涌入他的体内 那七孔中流淌的鲜血 一下子止住了 但是面容苍白 惨淡无比 他晃悠悠地抬起眼帘 看了一下天上异象 只觉得整个人脑海中浑浑噩噩 几乎就要昏死过去 不行 不能死 他的意志告诉自己 再难也要顶下去 体内的血液似乎一下燃烧起来 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涌现 面容和身躯一下子化作金色 开始不断地自我恢复 这是 他惊诧起来 顿时明白了过来 望了一眼远处正在昏迷中的飞泥 他知道 这正是刚才魔术谱吸收的龙元凤光 此刻在他的体内开始起作用了 但他也猛然惊觉起来 这力量虽强 却不由他控制 完全是由魔术谱在控制 魔术谱四壁掐绝 虽然被李云霄控制了一侧法相 但还是魔力浩荡 两侧法相上满是金黑双色魔纹 眼中爆出冷色 不过是法则之恋的虚广 也想束缚住本座 一笑大方啊 他大吼一声 猛地吐出一道魔源 直冲天际 轰隆 天地正响 世界颤抖 每个人只觉得耳膜一下破碎 蹦射出鲜血来 哗啦 漫天法则之恋的虚光 在那魔源冲击之下 发出震荡 晃荡出漫天光影 一片金色闪动不停 水仙脸色大变 原本就重伤的身躯 此刻更是微微颤抖 如是我闻上不断散发出灰红光芒 一边修复着他破损的肉身 一边金光冲天 涌入那天道之眼内 他很快便面色苍白 咬牙道 大家一起出手 那法则之恋的虚光 快要崩断了 什么 这一下无异于擎天惊雷 震得所有人外焦内嫩 惊恐不已 就连借力之所 法则之恋 都不能困住此魔 维青咬牙道 海皇大人 我们该怎么做 水仙说道 这里一共是 十二道法则之恋的投影 但仅仅如此 还不足以压制魔主 我需要十二人 帮我牵住这十二道投影 维青看了一眼 漫天晃荡的锁链虚光 顿时明白了过来 脸上闪过一丝绝燃 好 还有力量的都上 这个时候 谁还藏心眼 埋算计的话 就羞怪本座 事后算账 他阴沉的一眼扫过去 每个人都被他盯得打了一个寒颤 维青 众哼了一声 身影一闪 便浮现在长空中 他的脸色顿时大变起来 在那股淡淡的戒力和魔力的相互侵蚀下 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受到极大的压制 举步维艰 但他也是一代强者 不屈的重重哼了一声 一步上前 猛的大手一抓 哗啦啦 顿时一道法则之恋的虚光 被他抓在手中 猛然一扯 砰 那虚光上震起了一股毅力 直接将他轰开数百丈远 维青在长空上喷出一口血来 脸上一片猙獰 但是手中的法则之恋虚光始终未丢 紧紧地拽在手中 咬牙再次一扯 长长的锁链拖动声传来 那道虚光练影 一下子被拉得笔直 其余之人 看着维青那吃力的模样 都是脸色微变 一下子犹豫不决 相互观望起来 咻咻 两道人影冲天而起 正是齐盛峰和北镇南 两人同样分别出现在 两条锁链的四周 伸出手便抓了过去 大地上传来吼声 寻天斗牛也缓缓飞起 猛的一脚踩向其中的一条锁链 砰 那锁链虚光像是鞭子一样 打在他的身上 直接打得线下了一块 寻天斗牛大怒 四体连连踩下 震的那锁链虚光上下翻飞 他突然身体往前一冲 直接张开大口 便将那虚光咬住 顷刻间 无数符文从锁链上涌起 不少更是印在他的身上 他依然死死的咬住不放 鼻孔当中传来愤怒的咆哮声 寻天斗牛咬着那法则之链虚光 不住的后退 拖得那锁链 哗哗直响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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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